和主帥分敬合集 后又已回故乡嘉义 赵绍康留守北台湾 到桃园拜访意美宗座老友 被认为意在把装 同学相见本来就很亲切 他刚刚就跟我讲我们50年了 同学50年 推说只是拜访 但来营策略被票难捕 近期针对各族群抢票 赵绍康26号晚间 清大演讲调明两岸谈判态度 第一个先回答 会不会推动两岸谈判 不会 绝对不会 怎么可能呢 没有条件的 真的没有条件 而且我们这一代不会有的 看你们的一代清大 在学生面前高峰被反共 意在降低国民党亲中疑虑 但频频呼唤郭台铭归队 却又和郭董事长的两岸主张 相差甚远 就以金门为两岸新色的 长色他们的地点 希望岛内人士 多说有利于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与台海和平稳定的话 祖国中间统一 也必然统一 连中国国台办都发声 直指赵少康多说无意 选前刻意切割和中共关系 也被绿营批评 多是抢票手段 国民党不断的洗脑或是告诉大家的就是 要往中国的方向靠拢才能够获得和平 那怎么现在面对协生就改口了 想要抢走柯文哲的选票 学习柯文哲随时变来变去 我一点不觉得我在骗什么选票 我觉得都是事实啊 你什么时候从侯友余的嘴里 或从我的嘴里听到说要统一呢 侯康主张两岸交流 但共激扰台已是常态 对话和谈判一线之隔 能不能扛住政治压力才是最大难题